好的,下面我来演示一下凝胶仪的操作 首先在PRP和PPP提取了之后 我们现在是用水来代替PRP和PPP 在提取了PRP和PPP的混合物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把液态的放在凝胶仪里面加热 进行凝胶状,然后再进行填充 好的,首先打开凝胶仪后面的绿色穿裙开关 好,现在是通电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面板已经是亮了 好的,先看有两排 这一排白色的是加热孔 后面的不锈钢是冷却孔 记住了,这一排是加热 我们用来凝胶是先加热 然后再冷却,冷却了之后再进行填充 加热孔是白色的这一排 好的,先我们将一定要是抗温的注射器 放入到选择相应的位置 放入到我们这个加热孔 然后我们进行参数的设置 可以看到整个操作面板分成两部分 右侧是加热操作面板 左侧是冷却的操作面板 好,加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温度计 温度计,好,按这个S1L键 S1L键,这个键 我们可以进行温度和时间的设置 一般我们建议是设置90度15分钟 好的,我们先看 我们先按这个S1L键 可以看到现在温度设置的就是90度 然后时间我们是设置的13分钟50秒 我们应该再相应的把它调到15分钟 OK,调到15分钟就够了 就是这个数字闪烁就表示这个数字可以设定 我们看,现在这个78.3度 78.3度是当下实时的一个温度 实际的温度 然后你看它现在在上升 我们设到90度 设到90度也可以 我们可以设到85度 就是这样子 好,闪烁完毕 然后我们可以按下一个键 15分钟 85度 现在是时间是78.9 已经升到79度了 再按的话 这个数字如果闪烁就是可以设定的 我们建议设到90度 OK,90度是最高的温度 是您将已经能够设设得起 最高温度是90度 15分钟 参数完设定之后 好,我们现在看 已经在升温 现在温度已经达到了79.3度 这是时时的温度 只有当温度达到您所设定的温度之后 才会开始倒计时 现在我们的时间不会跳动 现在我们的时间不会跳动 我们在参数设置完之后 我们按start键 好 我们看现在15分钟倒计时 并没有跳动 它是在闪烁 并没有跳动 只有当温度达到您所设置的温度之后 达到90度之后 15分钟才会开始倒计时 15分钟才会开始倒计时 好,我再强调一遍 这一个键 按这个键是用来设置温度和时间 哪个数字闪烁 该数字就可以通过上下键来进行调节 好,这是温度的设置 温度闪烁 然后下面是时间 时间闪烁可以通过上下键来进行设置 在设置完之后 按start键 就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中间是在闪烁的时候 就是按start键 按start键 开始 现在已经在开始了 已经升到86度了 等到90度 等到我们设定的90度之后 时间会开始倒计时 当在90度15分钟倒计时结束之后 我们会听到滴滴滴的提醒音表 再提醒您已经是加热完毕 好,这是加热部分 这是加热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已经到88.1度了 实时的温度室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温度升高了 88.3度 88.4度了 等到90度的时候 可以看到 时间开始倒计时 好,88.8度 89.1度 马上到我们所设定的90度 OK 到90度之后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时间开始倒计时 90度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 当便跳到0 倒计时为0的时候 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好的,这一部分是加热部分 这一部分是加热部分 我们先演示到这里 好,我按stop键 我按stop键 它就暂时停止加温 下面我演示如何冷却 在我们90度 已经在 加热15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提起来 放到后面的 放到后面的冷却孔 为什么冷却呢 因为 现在是非常高的温度 90度 如果直接 直接注射到人体的话 直接填充到人体的话 会烫 所以我们要降到常温的温度 一般我们是建议 我们是建议 冷却5分钟 5到8分钟都可以 也是按相应的 左边的SEL键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风扇的一个标志 按SEL键 就是这个时间可以设置 时间通过上下键来设置 我们设置 开始5分钟 我们设置 冷却5分钟 5到8分钟可调 5到8分钟都可以 好的,我们可以 设到 冷却5分钟 好的,这是时间 然后按start键 按start键 已经设置为5分钟之后 然后再按 确定参数 按start键 OK,算了 我们都可以听到后面有风声 现在就是已经在开始给 我们的凝胶 我们已经成为凝胶状态的 PIP和PPP开始冷却了 好,当跳到000的时候 也会发出 滴滴滴滴滴的声音 这就是整个的操作